经过一夜的恶斗 我想我要为记者这种职业 重新落定义 以前的记者只需要做好采访 写好报道 就叫做称职专业 就可以回家睡觉 现在我们在采访写稿之余 还要提升公民战斗力 晚上交了稿 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我们 晚上十点过后 来自各大社团三合会的祷路者有来 他们面目模糊 戴口罩粗香音讲粗口 分批坐旅游巴 七人车和的士蜂蜂而来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阻止苹果日报出街 我们埋了板 就滚落楼接战 同时上下一心 严守一传媒大楼的大门 防止祷路者冲击 这个时候 在大楼外的进营街和进财街 都已经被香音大马和社团分子 坐在马路上堵塞了 平时记者遇上抗拒镜头采访的对象 被粗暴对待 基于对方的收养 和一时失控的情绪 我们都可以理解 但是风路阻止报纸出街 就是要封杀 透过记者表达的声音 这口气 我们绝对不能够吞得来 这次是苹果日报创刊以来 最漫长的一夜 同事收工之后 不是回家休息 而是留守大留 好好招呼 走到来滋扰的祷路者 一传媒所有刊物都有同事 走了出来 由集团高层去到前线员工 由粗豪硬朗的印刷部大哥 去到各部组温文娇小的女同事 都走了出来 站在祷路者的面前 让他们看到一传媒是多么团结 同事都说 这一晚有今生无来世 做记者而已 为何要搞成这样 为何要夜妈妈 站在马路做保安 是不是要多谢倒路者的冲击 让我们看到一传媒的弟兄姊妹 原来是多么不屈不撓 几乎摇扬了整个夜晚 回到家都差不多天亮 身心疲累 但是大家的士气 就从未如此那么高额 由苹果网站去到Facebook的专页 都填满了读者仗义打起的声音 有人问我们 有没有需要人手到场支援 又有人说 会将支援行动升级 每日转账六元给我们 直至香音大妈撤走 我突然想起南方周末 1999年的新年何词 当你面对专横拔务的恶人 当你面对 足以影响人们一生的社会不公 你就明白 正义需要多少代价 正义需要多少勇气 写这篇文章的审号 现在已经被算账拘捕了 比起内地 这些无数秉持公义人权的行家 我们的遭遇又算得上是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